这里是安徽黄山射建豹家花园 在园中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看到了镇园之宝南国风起 它有专门为它制作的保暖棚 天冷还要加上暖气 这个盘景在园里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 有280公斤 280公斤 我是1980公斤的 1999年当时花重金160万 当时也是放学了 放学了 放学了 后来就回来 真的 没有办法 现在业力人士已经出到600万的高价 叫我转让 我也不卖 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 南国风起依然知凡夜貌 是什么原因 是它成为报价花园的镇园之宝 它又历经了怎样的沧桑变化呢 报价花园占地360多墓 一共收藏盆景一万多盆 很多都是灰派盆景的精品和代表作 每当有朋友到来 他们的主人李坚 总是要夸一夸他的这些宝贝 这是一个质干 这个我雕得像一个凤头雕刻的 这些雕刻艺术跟这个盆景的造型 结合在一起 用舌粒干的技术 是坏了一样 坏了一样 我们把它涂成舌粒油上去 舌粒油上去 变成像一个树变成石头了 化石 保护起来 保护像个化石一样的 它就通过这点皮 就在生长就这一点 养分 养分 它是在隐喻着中国人拼搏的一种精神 在立即中还要发分 这个树林也有很长时间了 近百年了 近百年历史了 这个石头像个牛头 为什么这个石头能被这个树包出来呢 这种植物和石头的组合叫富石鱼 它是天然的从小的时候就长出来了 就不是人为了给它割营 不是 绝对一点没有人工 这是天然去雕石 清水出芙蓉的 等于是它自然地把石头包住了 自然地包住了 静静地包在一起 长了以后你看 这就变形了嘛 你看长得 原来是个圆的嘛 它包在以后呢 这个就变形了 你看怎么样 对 完全长出来的 它这个就象征着这个石头跟植物 跟这个鱼树 鱼树跟石头 紧密地包在一起 就像我们黄山山上的这个银河松 就是长在石岩中的一样的 你看这个作品像什么 我看那个像 好像有个风在那儿 吹了一下似的 你看 带有那种动感 而且往里面就斜着 恭喜你答对了 作品的名称叫《风在喉》 现在这个有近一百年 也爱近一百年 这个书上 我们是从小就是 就是把它板扎 顺着一个方向板扎 你看 这个从我在这里看 你应该是走右往左 走右往左板扎 像个大风吹这样 那这个现代市场价值值多少 这个市场价值要两三百万 对 两三百万 对 两三百万 这个我下次连城了 这个养护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 对 你还不停地养 不停地养 所以我送给你 你肯定你除非不公主了 我也没法要 天天就 哎 没法要养护花 我送给你你就实业了 那我先去打理他 我们的养护 那我也要 我也要 把他卖了 把他卖了 在报家花园 这样价值百万的盆景有几十盆 其他各种形式的盆景更是随处可见 离间对每一盆都了如指掌 充满感情 收藏盆景三十多年 离间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中国是世界盆景的发源地 在1977年发掘的 浙江渝瑶和亩度新世纪时代遗址中 就有盆灾万年轻图案的陶片出图 证明距今七千年以前 中国就出现植物盆灾 后来人们在瓦盆 陶盆和木桶中栽配树木 将天然情景移到盆中进行观赏 到了唐代 逐渐发展成为盆景艺术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张怀太子 李贤墓用刀上的壁画 就画有侍女手托假山小树的盆景 到了明清两代 盆景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 安徽黄山社县是古代辉州府所在币 是灰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 为很多灰州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古灰州独特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灰派盆景艺术 特色是古朴 奇特 凝重 浑厚 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灰派盆景包括树木盆景 树石盆景 山水盆景等 李间收藏的灰派盆景品种齐全 豹家花园也根据不同的品种 开辟不同的区域进行收藏展示 在树石盆景区里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木和石头 树木结合盆景精品 这个植品叫乌江蜂能 蜂是蜂树的蜂 这个植物是叫蜂树 这个技艺法它是叫树石组合盆景 石头是当地的生产之中 杀鸡石带棕乳 这个三角蜂非常健康 它从竹杆到质杆过渡得非常明显 由粗到细 由壮到须 整个层面非常有层次 还有阻峰和刺峰 阻峰要高一些 刺峰弱一些 中间有个过渡 构图比例非常协调 层次分明 梳荣成村 一小见大 给大家看到这个乌江三峡的一种 雄伟壮观更美丽 所以这个作品是获奖作品 除了这些精致的小型盆景 李间还自己设计这座大型的盆景 这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山水盆景的江山如此多礁 它长达二十多米 种植了二十六种植物 由一百多棵单独成景的树木盆景组合而成 即天下名山 险 秀 雄 优 为一体 站在它的面前 我们充分领略到盆景艺术的独特魅力 虽然拥有这么多的名贵盆景 李间最终爱的还是这个南国芳琴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特点 这个蓝芳有大叶荣 中叶荣 小叶荣 它介于小叶荣和大叶荣之间 是一个比较珍贵的 像这个植物的这蓝芳它长得很大 当我们参加留意来过以后 我们是控制它的养分 控制它的光和作用 把这个七根基本上把它修剪了以后 让它发了许多这个十根 现在有两千多条树根 两千多条 一般盆景超过一米三以后 就不叫盆景了 就说树了 它是一米二八 它的光幅是长得非常强的 二米二八 二米二八 这是九九昆明社会获金奖 在九九年 所以它真正的技术就是 您把它控制的大小 控制的大小 不给它长大 大了以后我就修剪控制 最后水 氧 肥料 它就是以小见大 说龙成村 一条龙变成一村 你看你的河水桶 这就是盆景的魅力所在 所以它是一个宝贝 宝贝宝贝宝贝 如此珍贵的南国风景 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南国风景和如今繁华似近的 豹家花园 曾经的曲折命运 我们也不禁要问 是什么原因 是黎坚对寿唐盘景 情有独钟呢 摄县城西十多华里的 唐岳村头大道上 坐落着著名的七座 灰式牌坊 依次排列明代三座 清代四座 体现了封建社会 忠孝结义伦理道德思想观念 这个充满灰州文化风情的村落 从宋以前就有以暴性为主的家族居住 历朝历代暴室很多人或在朝为官或外出经商 家族日益兴旺 壮大 到了清乾隆年间 著名的徽商 研发道元 报企运 为了让守在家里的女眷有一个游玩的去处 建造了四家庄园 报家花园 而现在 报家花园的镇园之宝 南国风情 传说在当年有着传奇的经历 和无与伦比的显赫地位 当时的乾隆皇帝来这个江南四叉 到我们村子来的时候 这个给我们送了一个盆景 就是这个龙树 小鸦龙 然而 玉寺的盘景并没有给报家带来长久兴旺 随着时间推移 报家家道逐渐败落 南国风情被报家后人卖掉了 从此要无音信 报家花园也会与战活 只剩残墙断壁 今年56岁的黎坚 是土生土长的黄山人 从小受晖州文化影响 对盆景艺术产生了兴趣 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家住在这个黄山市人民医院 大院的时候有许多盆景 然后在这个囤七图书馆边上以后 是囤七的一个盆景园 我们小时候它是个体育场边上 我们练功了就在 小时候端年生的练功 架腿 拉人带 打跟斗 小时候很活泼的时候就当着黄 早上就是一两个小时 假腿就是四五十分钟 对盆景的印象就很深 休息的时候对着盆景脱了衣服 就观赏盆景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年少的黎坚家境一般 曾经是黄山地区一名普通的矿工 他挖煤 种地 辛勤工作 与别人不同 仅有的一点微薄收入 大部分被离间用于收藏盆景 我第一次收藏盆景的时候 大概那个时候才21岁 工作不久 每月工资十五十块钱 但是对盆景情有独钟 就喜欢 别人是买衣服 买这些事 攒钱买这个了 我就买盆景 养在自己这个小羊台上 那个主要是游笼梅和鱼树 雀梅 还有韩啸一类的 养得非常 养得不错 自己感到的赞赞自喜 别人是收藏的东西 跟我的不一样 2000年 李坚从深圳经商回来 由于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李坚做出了一个 令人吃惊的决定 复建报价花园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许多人就说 你好不容易到南方去 挣了些钱回来 做房地产多好 现在这个利益多高 但是我是想到 这个盆景我从小就非常爱好 是自己收藏盆景 把这个灰派盆景这个 原汇复来 是我的一个书院 下了决心的李坚 立派众议 开始了复建工作 然而 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一盆灰派盆景精品 往往价值数万元 乃至上百万 加上复建工程商的投入 李坚陷入了财政困境 当时要是五六百万 那怎么搞的 当时我就开了 员工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会议 部门以上的经理 大家一起共同集资 集资到四五百万 把这些好的作品就收藏下来了 其实最让李坚牵肠挂肚的 还是那从未见面的南国风情 虽然豹家花园即将复建完成 各式各样的盆景也越来越多 但是一想起镇源之宝 南国风情还没有找到 李坚心情总是很沉重 我就是为这个着急啊 吃饭也不香 睡觉也睡得不成 就马上来开源 总是想把它找回来 有许多传说 有时候在韩州 有时候在扬州 在成都 在武汉 我全部都跑了 跑了以后都没找到 那个现在很急 李坚想尽办法寻找南国风情 寂静周折 他终于打听到南国风情 曾经在昆明世博会上展出 并获得了世博会金奖 经过努力 李坚终于见到了他 就是这个 我们带了几个文物局的人 去看过以后 就是这个盆景 就是这个 当时呢 我们就上学 当时昆明世博会上来就说 这个获金奖的作品 是不能离开昆明的 当我们就做了这个 他的工作 做了这个当时主人的工作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建元以后要以后 真名之宝 把他回归这个感觉来 给他尝诺 感动了他们 真情打动了 打得当了 他们最后讲 还是支持你们吧 反正这个都是归不保险的 到哪儿呢 只要是不到国外 都是把他收藏下来 对 叫做我们说 让他明治实归 物归原主 历经艰辛 包家花园终于复建完畅 而且比原来大了很多 2001年5月1日当天 4万多人来到这里 一度镇源之宝的魅力 包家花园得以重生 这盆正在盛开的盘景 叫油龙梅 虽然在包家花园里 算不上名贵 可是作为 徽派盘景艺术的代表品种 对于李坚 收藏盘景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来自于一个 射县大山中 神秘美丽的小村庄 这个位于射县大山中的小村 因为地形像一条鱼 村里的人以麦花为业 而得名麦花鱼村 虽然只有200多户人家 但在中国盆景历史上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1000多年前的唐朝末年开始 这里就种植盘景 徽派盘景的产生和发展 与麦花鱼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淳朴的村民大多姓红 红氏仙人被公认为 徽派盘景的创始人 正是在红氏的辗转千居过程中 由红氏祖先 将盘景这种独特的艺术 带到灰州 由于村子四面环山 气候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土壤肥沃 为盘景植物的生长 及树桩的培育 提供了优越场所 整个村庄就像一个 巨大的盘景公园 这里也成为离间 收藏盘景的灵感来源 与藏品保护 一年来几次 有时候在挑选一些 能做作品的 有培养价值的这个 好苗子 就是您挑的时候 怎么分辨它的好坏 第一 看它的这个造型 整个的这个形状 它是一个立体三围的三角形 以前是平面看 现在是立面看 再来看看它这个年份的长久 年份 年份 就看到这 接着青苔了 长到香菇了 长到蘑菇了以后 这边它的时间比较长 再来看那个架型 那个枝啊 枝呢 不一定要太细 一个大树窗 太细了就不好看 要一个过度 过度 碑粒 碑粒这个 有粒度 有粒度 下胳膊 大胳膊 小胳膊 这样下来 这样的造型好看 再还健康 品线要好 健康 麦花渔村的盘景 主要以 榆树 梅花 罗汉松为主 游龙梅 在麦花渔村 更是随处可见 是麦花渔村 盘景的代表作品 这个游龙梅呢 这个龙头是在下面 这个龙头 龙身 这个主干在 左右 摇晃的这个龙身 上面是龙尾 龙头在下面 这前面的这个叫 就是算是龙爪 龙爪 龙爪 这个梅树呢 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六七十年了 六七十年了 那它这个都是人为的来 人为的 人为的板杂造型的 那做着一盆盆景 那就非常的难 一个盆景要做的时间 要做的比较有品味 有格调 有档次来 要有一定的年份 所以说呢 这个灰派盆景的造型呢 是爷爷辈开始造型 开始生产 孙子辈才能受益 盆景看来漂亮 但是真的非常新鲜 对 的确与其他收藏不同 盆景的收藏 要付出极大的精力与耐心 很多精品盆景 要经过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上百年 几代人的努力 才能制作完成 这盆价值200多万元的 风在吼 维护起来 就非常繁琐复杂 盆景是立体的画 无声的丝 有声明的古董 同时它是一种造型艺术 你看它现在这个 我们一年来把它修剪两次 一百多年来 就不断地要绑扎它吗 绑扎要绑扎到十几年以后 每一根铜丝和绑扎的 固定的这个金属 都要在十年以上的功力 十年以上的功力才把它解开 它才能保证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不是一两天能做出来的 不是一两天的 这也要反映着这个 只要功夫生 填满就能功生成功 像风在吼和油龙梅一样 通过人梅的辛苦修剪与绑扎 普通的树木有了强烈的动感 盆景变得不再安静 舞动起来 然而外形的美丽固然重要 怎样保持盆景永生不死 更是一大难题 每年入冬 离间都要为南国风情 搭建起这样的玻璃暖棚 加上电暖器 保持一定的温度 他还做了一个大的罩子 对 这就是专门为他做了个别墅 做他的别墅 就是他的新宫 就是他的新宫 温度我们得看 我们那个温度是控制的 冬天还有关照 好 夏天我们还把它拆开 拆开以后就要拦露出来 对 教育人大设计是别墅 就现在你说 我们这么多养护工人 工资也是比较高的 一年多就五六万 这个他的养护成本就跟上来 所以盆景好重 不好养 养护 虚多 但是他这个两百多年以后 他这几代人 这个多少代人 不断地在养护 他能够找到经典 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形状 我觉得这个 是 来来来来 每逢春天来临 工人们照例要拆掉 南国风情特制的保温罩 然后对这个价值六百万元的 镇圆之宝进行修剪 这个如果不修剪 里头的分枝和枝枝 它长得比较茂密 长得比较茂密的就 这个光线和露水就不透了 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 把它掏空 掏空以后使它看到 有一定的层次 一看到层次以后 这个橙栏跌催样的一层一层 大的是一个大 倒三角形 倒三角形的 这样子呢 这个植物伸展了就好看 你把它掏空过以后 它阳光可以渗透进来 雨水呢也可以渗透进来 为了照顾豹架花园 这一万多盆盆景 已经请了三十多个园令工人 从换盆 浇水 施肥 修剪等等 开始学习 大约要经过三年多的时间 工人们才可以独立养护盆景 我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正元之宝 今天我要动一手剪 那这个剪 这个可以啊 对 这个过来 这些都可以吗 都可以 剪这一寸到一寸到两寸 一寸到两寸 没有问题 拿着这些 可以了 可以 对对对 哎呦 都不扯得扔 你看 价值六百万 这个小苗就不便宜 不便宜 可以黑金啤酒了 除了对盆景的日常养护以外 黎坚也经常亲手做一些盆景 收藏盆景三十多年 黎坚对盆景有着特殊的情感 与游客不同 在黎坚的眼里 这些盆景不再是普通的草草木木 大千世界和谐这个社会里头啊 动植物都是我们这个地球村 这个都做好的朋友 我现在自己能悟出 长期的爱好盆景 跟他可以进行心灵的一种对话 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给他施肥了 什么时候要给他加水了 什么时候要把他搬出来 见太阳了 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了 就是有感觉 到时候就是有一种雾气 经过修剪的难过风情 依旧保持着二百多年前的样子 如今他静静地安放在这里 豹甲花园和黎坚的盆景收藏 也已经正式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吉尼斯世界记录 尽管工作再忙 黎坚总是拿出大部分时间 陪伴他的盆景朋友 继续着他与这些植物精灵的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